其实我们的大脑是会被工作占据的 这叫做正常现象 但你的工作如果没有办法占据大脑 是被你的冠老板占据大脑 那就非常危险了 变成啊你在工作的时候 很常会做事情做到一般就是 我刚刚在做什么 把生活想成诗 让心灵更舒适 欢迎收看 Ariel聊心事 哈啰大家好 我是Ariel Ariel想问一下各位 你们在现在的职场中 你们是感觉到开心的吗 其实无形的职场压力 是会造成我们身心迫害的 我们今天会根据 HalfPost所提出的八项指标 Ariel带着大家来一一检视 什么叫做有毒的职场文化 那就让我们看下去吧 第一点呢 当你听到或是想到 冠老板这个词出现的时候 或者是想到他的样子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有胸闷啊 呼吸困难 头痛 头晕 觉得无力感 这些全部都叫做 无形压力所导致的哦 那这些症状 你不要去忽视它 它其实是默默的在提醒你 你的身体承受了 你心里无法负担的压力 第二点呢 就是你在工作中 开始感觉到有孤立的感受 跟同事其实之间都越来越疏远 你会觉得他们好像都不懂你 或者是你跟他们好像都不一样 或者是你在工作的时候 好像都被针对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啊 非常需要内心有一种 跟大家能紧密连结的普通感 普通感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能感觉到 大家是在一艘船上 并肩作战的 但如果你在工作中 同事没有那么友善 或者是你开始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 让你上班遇到这些人 你就觉得好像有一点 嗯 他们会不会今天说我什么啊 或在背后对我怎样 或者是跟老板打我的什么小报告啊 开始有被害妄想的 这种想法跑出来的时候 你大概就可以去检视一下就是 诶 是什么原因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因为在职场中 这些事情其实会加速 你在职场中的无力感 这种无力感慢慢的 也会在你身体之中出现一些症状哦 第三点呢 就是你在工作中 常常会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 你就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紧张 跟非常非常生气 其实就表示你在工作中 非常想要控制所有不能控制的事 因为你感受到失控感的时候 就非常紧张跟非常焦虑 最后你会生气 通常第一个先发现的都不是我们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你去上洗手间的过程中哦 你在离开洗手间的时候 你可以照一下镜子 因为照镜子的同时 我们是非常容易透过镜子来提醒我们 诶 你是不是脸红脖子粗 这些身体症状 其实都可以加速我们去发现 我们现在的情绪已经不太舒服了 就请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留意看看咯 第四点呢 就是你每天都很害怕醒来 醒来想到工作你就觉得很烦 然后每天要睡觉的时候 你也觉得心烦气躁 就表示你现在进入了非常不安跟焦虑的状况了 大家要意识到一件事 其实工作可能已经占我们的八个小时 也就是人生的三分之一 睡觉也占了你人生的八个小时也是三分之一 你人生如果被工作影响到睡眠 你人生的三分之二全都会了 但是你务必要知道 其实当这样层层影响的时候 其实对你的身心健康已经造成很大的损害咯 第五点呢 你开始想要逃避老板交代你的责任跟任务 在心理学 逃避就是一种焦虑的应对方式 发现自己开始会谨言盛行 因为你很害怕被交拜任务 或者是你很害怕要跟老板对到话 因为这些行为都会让你更加焦虑 因为你怕被责备 但却什么都不要说 这样就什么都没有你的事了 这样的现象 其实对于全力以赴 有成就感的职场生活 是很没有帮助 甚至会造成你身心的一些损害的咯 第六点呢 就是你变得更容易分心还有健忘 其实我们的大脑是会被工作占据的 这叫做正常现象 但你的工作如果没有办法占据大脑 是被你的冠老板占据大脑 那就非常危险了 变成啊你在工作的时候 很常会做事情做到一般就是 诶我刚刚在做什么 就是你忘记你的目的 然后甚至你在要很专注做这份专案的时候 你常常会飘走 就是想一下那个事 想一下老板上次念你的事 想一下什么 你会发现明明一个小时可以完成 是你做了两三个小时 这不是你原本的样子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以前是可以全身贯注效率很好的 但是当我们专注力开始下降的时候 无法很认真的投入工作的时候 就会失去你原本条理分明的能力咯 第七点呢 对你曾经感兴趣的事情都没有兴趣了 就是原本其实你可能下班之后 是可以看看小说看看剧 然后放松一下去走一走 这是你的日常 但是你发现你现在下班之后 就是你原本的兴趣 你都提不起劲了 然后你也食欲不振 然后什么东西又不感兴趣 然后只想赖在床上 重点是你睡醒可能还没有比较好 这些现象其实我们要注意 因为它可能是忧郁的开始 当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必须去停止这个压力的来源 因为我们更多的是要去想说 诶 这样下去 其实你会连你原本的工作的兴趣都提不起来 因为你生活已经完全是没有动力的了 所以我们就要小心这种长期压力 所导致的无望感 第八点就是你感到筋疲力竭 倦怠感其实是一种你长期累积的工作压力 跟负能量在你身上的一种展现方式 其实每当我们工作结束的生活 我们就应该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让你的身心灵都能够好好的休息 但是 但是 如果你没有做到这样的休息模式 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吃力 导致你在工作的时候很浩劫 会让你平常在生活之中的放松能力 渐渐的消失哦 听完上述的有毒文化 接着Ariel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改善 以下会提供四点给大家参考看看哦 第一个 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价值不是老板给你的 老板对你的评价 不一定是你做事情的好坏 也有可能是来自于他扛了人家公司的压力 或者是他面对整个市场变化的一种危机感 有很多因素导致他情绪可能比较易怒或焦虑 但是如果你把这些都转成是你的价值不好 或是什么之类的 你会非常辛苦 请不要把你自我价值的这支钥匙交到别人手中 心里拿回来 第二点呢 你必须要找一个信任的人可以倾诉 当然我们每天在工作中会承载了非常非常多的 不舒服跟压力 但这些东西呢我会称为叫做垃圾 我们每天的垃圾桶都会堆堆堆堆到很满 你不要觉得在内心的压力看不见你就觉得不存在 看不见它是存在的 所以呢垃圾每天都是要到的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信任的朋友 我建议你可以跟他谈一谈你发生的事 或者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 他可以把你整个情绪是在往比较正向乐观的那一面 所以当你在很不舒服的时候 他能让你看到一些希望跟比较好的那一面 其实也会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哦 第三点呢就是让自己有喘息空间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当我们觉得长痛不如短痛 然后就让自己一直耗解 甚至是你回家的时候继续在做这些事情 其实你没有让自己好好的可以自我照顾 好好吃个饭 好好自我休息 其实都是会累积你更多的慢性压力在身上 对身体都是很大的负担 不一定是要去就是大吃特吃大修特修 也不一定是这样啦 可能是从你的日常开始下手 比如说啊到茶水间去好好休息一下 就喝个水啊泡个咖啡 泡个你喜欢的饮料 或者是呢在吃午餐的时候 可以到你舒适的环境 离开一下办公室啊 有时候离开一些物理空间 也会让你的心情比较好受 或是偶尔让自己有一些特休 出门去走一走 这个都叫做喘息空间 让自己有喘息空间之后呢 你自己才更有能量往前走哟 第四点呢就是辞职 当我们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换一个环境 到更舒服的地方去试试看 当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我们可以增进我们自己的能力 有机会就能换到你其他地方去尝试 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一直在被动的状态 去接收到这些有毒的文化 其实我们会常常忘记一件事 就是我们人是有选择的 我们永远要记住一件事 你的身体健康跟身体健康 才是最重要的 你的幸福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意识到这是首要条件之后 我们才去做我们的选择 大家就会过得比较舒服快乐 我们工作是为了生活 但生活绝对不是为了工作 所以当你有任何困难 或是在职场中遇到很多委屈 其实我们也可以找专业的心理协助 去谈一谈哦 要记得每个人的感受都是值得被重视的 你的每一个主观经验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所以呢也欢迎大家 粉丝们可以在我们的留言下方 欢迎大家告诉我们 你跟管老板的交所经验 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还有交流哦 那下次见咯 拜拜 Ariel 最后提醒大家 我们生活是为了工作 我讲反了 好再一次 讲到好累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